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我們來玩這一款遊戲 叫做超進化物語起源 這是老頭呢 在手機APP上面看到的一款 感覺畫風還蠻可愛的遊戲啊 那老頭稍微有去裡面 實體下玩了一下覺得 嗯...這就是... 啊...玩法呢 它上面標榜的是說 創新2017年創新玩法 不過呢 我稍微大概摸個5到10分鐘 我大概覺得它就是有點類似 比較偏向於 呃...貓咪大戰爭的玩法 但是呢 它還多了一些元素 呃...角色進化的元素倒是蠻多的啦 那...實際上個人目前玩的位置 還是感覺蠻新鮮的 那實際狀況如何呢 我非要不囉嗦 我們直接先進來齁 那先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這是我們的一個角色介面 然後這是我選的人物 這個劍士是我選的人物 然後這兩隻是我路過過關所獲得的寵物 啊...然後呢 這是神獸 啊...神獸每一隻都會有它的特殊能力 啊...我初期獲得神獸會幫我回血 啊...這就是我們的介面 其實要講的東西非常的多 啊...這叫神靈啦 啊...這神靈是我們第一個所拿到的神靈 叫做朱雀 啊...反正就是一個控場的一個... 一個輔助角...輔助神靈 啊... 後面到面應該會拿到神靈白虎 神靈玄武 神靈青龍 神靈麒麟 啊...總而言之這個遊戲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 啊...還是非常的新鮮 啊...活動有送什麼 啊...一樣是30天每一發 啊...然後一樣還會有說到達了... 到達了25級之後呢 可以去升級什麼東西我也不清楚 然後呢...它這遊戲蠻特別的就是... 它每一隻角色都可以進化 啊...隨便簡單來講好了 像我這隻遠古族 它剛開始在玩的時候它可以讓你選三隻角色 一隻是遠程輔助 一隻是近戰...肉盾 第二...另外一隻也是近戰肉盾 另外一隻比較長得像是野獸的那一種 然後這一隻算是看像是人類 然後拿著武器這樣 所以說呢...老頭呢還蠻... 蠻喜歡像這種人物的 所以說老頭選擇這種拿武器的 然後呢...它的這個怪獸進化還蠻特別的 它會進化成兩種...兩種分支 25級可以選擇你要進化成這個聖盾 埃...埃...埃葵...埃葵...埃葵師 它就是有一種肉盾的一個概念 什麼觸發傳說之力 恢復5%最大血量 反正這是一個近戰肉盾 然後呢...老頭會比較想要玩這一隻啊 因為這隻看起來比較帥 所以說等我25級之後呢... 我就要進化成它 那進化所需要的材料就是這個... 綠色包子 綠色包子 每一個...每一個所需要進化的東西都不同啦 像這兩隻呢... 打怪...打關卡送的這個... 這個角色呢...就比較弱 然後他們可以進化是沒錯啦 但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要不要讓他們進化啦 呃... 要讓他們進化倒不如就我直接去抽 抽個...抽個幾抽 抽一些比較強一點的角色 感覺比較滑得來 好不好 然後它這些技能其實我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哦...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它要進化這個必須要吃角色 而且吃的角色好像... 需要吃固定的角色 才會加比較多那個技能 技能的那個... 技能的那個能力啊 可是我現在還搞不懂它是吃什麼 所以不管 反正我們現在還...我還在... 還在摸索當中 好不好 所以說呢... 我們等一下稍微試玩一下給你們看 然後它這上面都有金單 然後金單的話就是一些 啊...這領取獎勵 哇 每日任務誒 0 0 歹 齁... 綠色包子 綠色包子 歹齁 0 Isso像這個土豬這個肉 這是加經驗值的 啊... 每一個角色都有經驗值 粗皮應該是材料 啊...還有成就 哇!0560 好爽喔 哦... 現在老頭又有一個遊戲可以慢慢玩啦 尤...這什麼東西 魅莊降臨 感覺好難的樣子 看起來我覺得這不是我所能擠的 等我練強一點我再來好了 每日任務去 去完成 贈送好友體力三次 我要怎麼加好友 這邊好多 社交裡面好多 這等級好高 千藍 哈囉不嫌棄我這個菜筆八嗎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哇這邊好多喔 有人叫武則 武則 好全部都加好友好了 不管煩死了全部添加 啊這什麼東西 新增好友帳號 我的暱稱老頭什麼 不要不要不要 啊管他全部都按就對了 這樣子我就可以拿到我要的肉肉 有沒有人做我好友啦 沒有 好邊緣人一個算了 我們直接開打了 他遊戲模式跟貓咪大戰爭有點像啊 但是又有點不太一樣 好不好我不太會講 好不好我們現在稍微來打一下 我現在打到第14關了嘛 然後他這個有一個叉子 一個刀叉 這是每一段時間可以回來拿東西 好這個我已經拿過了 他會給一些經驗值的一些蔬果跟肉 好那經驗值的蔬果跟肉的話 我看一下要怎麼使用喔 在這邊好像弄不到欸 好像這個礦石也是 也是過一個一段時間 500個小時滿的話呢 他就會變成1萬塊 你就可以去領 不過在這個圖中如果超過 應該不是說超過啦 你可能一個小時過來拿的話 也是可以拿 只是拿比較少而已 好我們先離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好現在就是你看嘛 現在我現在是等級幾 11級嘛 然後我剛剛拿到這個蔬菜 跟這個之類的有沒有 我們吃下去就加超多了 我們吃一下這大塊肉好了 哇馬上升級1等 好我們再吃一下蔬菜 蔬菜應該是加最少的 不能超過寧太索者的等級 什麼意思 啊不能超過我自己本身的等級 啊自己本身等級12級 難怪啦 好沒關係我們12級了 好自己自己的老大不能超過等級就對了 來我們打下這個第15關 然後呢 這是新的欸 新的欸 又體是綠色的 幻化是藍色的 有點類似像是階級 如果有常在玩這些遊戲的話 大家都知道嘛 灰色是最一般的 綠色是還算是堪用 然後再來就是 藍色就是算是高級 然後呢 橘色或者是紫色都是比較強大的那一種 這個 顏色的分別路 常在玩的我們這種遊戲的人應該都懂 所以說 那只是變成名字不一樣而已 是又體跟幻化嘛 啊不用比也知道當然是幻化等級比較高啊 對不對 因為是藍色的嘛 綠色是比較弱的啊 好然後最後呢 如果你要打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們有什麼能力 像是他這邊就有技能 每6秒觸發聖堂之驅 忽視下一次受到傷害 反正就是每6秒 忽視一次傷害 然後他這隻幻體呢 叫什麼名字啊 叫做皮影人 皮影人的話呢 他是每攻擊4次觸發靜默 靜默就是類似像是 禁止你發動技能的一種攻擊 對敵人造成攻擊力乘125 並封印技能對持續7秒 基本上呢 我們戰鬥力1200啦 對方的戰鬥力多少啊 575那不用講絕對贏了啊 下面還有手殺獎勵啊 手殺獎勵叫做文章 可以裝備在你的怪物身上 會非常的強大 我們直接先給打了 基本上就是這個畫面 然後呢 神獸在這邊 神靈啦 我們叫神靈好了 他本來就叫神靈 神靈之後呢 像是這個火焰嘛 這邊火焰1 發動一次會補血 有沒有 預火重生補血的補超多的 然後這邊下一次要扣2滴 其實就是越耗費 需要越大的那個數量這樣子 好你看 打贏了打贏了 獲得一個強力文章 還不錯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再虐一遍 只是一樣 跟一般手遊一樣 就是 你還要消耗這些肉塊 這還有我想到之前 玩石器時代起源 也是肉一大堆拿不完 然後我們現在第16關 繼續打 繼續打 像這個就是皮影嘛 欸不是這新刃 這個就是每攻擊兩次 會觸發一個隕石傷害啊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類似肉盾近戰的 所以說基本上也是很好打 打贏他可以獲得進化包子 太好了 這個包子我要拿多一點 到時候我要進化我那是原本的近戰 讓他進化成 那個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好不管了 開幹開幹 打爆你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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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別看他現在這麼簡單喔 他這個遊戲玩到後面喔 會越來越難 而且是對於每一個敵人打法都不一樣 據了解啦 不課金也有不課金的打法 只是 會花比較久的一點時間啦 總而言之就是 時間就是金錢 金錢就是時間嘛 你用金錢去換時間 你當然就相對的精度比別人快啊 你用時間去換的話 那當然就是 花的時間比別人長嘛 我應該沒有說錯吧 算了 反正我們贏了 勝利 耶 我們拿到這個了 哎 那我們可以多打啊 可以再耳一遍耶 怎麼可以耳幾遍啊 算了 我們多打 收集完 趕快讓我們這隻進化 應該要收集60個吧 我們現在有10個了 是吧 多打幾輪 agens 這是可以蠻適合打8時間的啊 老頭是用那個 BS模擬器在玩 所以說你們會覺得奇怪 老頭怎麼會 老頭怎麼會 想要用電腦玩呢 這就是手機模擬器阿 好不好 所以說你們自己如果要好好的 好好的就是練的話呢 你們可以用自己的手機下載來玩 反正也不用錢嘛 如果你不課金也是可以玩的啦 花時間而已阿 那老頭一定會說 欸不是一定會有人說老頭都不玩貓咪大戰爭 可是貓咪大戰爭的畫風我就不是很喜歡阿 畫風也是一個問題點阿 真的 貓咪就是雖然看起來可愛 但是就是不是我喜歡的樣子阿 像這款遊戲它的畫風感覺就蠻酷的阿 雖然都是黑白黑白那種皮影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就是 有質感吧 個人是認為阿 沒了喔 手剩才有喔 好吧那算了 我以為可以一直零 這樣子我們剩多少阿 這什麼東西 第15關 喔沒有這個打過了 我們要去第17關喔 這邊就直接還有欸 所以說每一關都有 每一關的首剩都會給是吧 我看一下我們怪獸這個進化的話 要60個 我們只有13個 阿還有 還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讓他進化好了 那就是神劍古拉姆 感覺酷酷的 算了不管了 我們快點打 把他打完 而且他這每一個章節都有boss戰阿 這現在我們應該是第一章節的樣子 好沒關係 慢慢玩慢慢玩 都收集一些道具 讓他進化越來越強 到後面我要把這兩隻也換掉了 因為這兩隻是一般的怪獸阿 我覺得讓他們進化感覺太浪費了 好不好 如果有人玩過這款遊戲的話呢 也是可以提供一下資訊阿 好不好 我們稍微互相研究一下 要怎麼玩才比較好玩 OKOK 又拿到了拿到了 快點 不要不囉嗦 我們趕快到下一輪 第18關 這什麼橘子滑倒是什麼東西 欸我們可以去這個欸 橘子滑倒這幹嘛啦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去橘子滑倒 這什麼東西 哇靠 等一下等一下這是幹嘛 戰力 欸這戰力都好低喔 這是類似什麼意思 啊這是競技場是不是 進入條件35級以下兩天競技場排名 蛤 這個是可以挑競技對打的阿 那我們當然挑競技最差的阿 兩百 兩百六十一吧 哇 哇 敵人那麼多 應該會贏吧 試試看 衝阿 我們只有三個敵人 殺 還蠻弱的欸 哇攻擊好高喔 為什麼他不派他的 不派他的遠古族來攻擊我們呢 太怪了吧 我贏了 上升排名然後能幹嘛 是結算之後可以拿到獎勵嗎 我現在排名在10328 原來這是拿來打排名用的阿 好不 那我們繼續打一下我們這個 不管了 趕快多拿一點 欸我們拿一隻新角色 皮諾丘 喔這次打贏就會拿到阿 喔 並減少對手的傷害 試試看 欸我忘記看這隻幻化是什麼功能阿 算了不管阿 可以點嗎 不行 開打就不能點他的能力是什麼 應該是打得贏阿 衝衝衝阿 衝衝衝衝 這就是那種酒駕的有沒有 有沒有 喝醉就開始 喔這攻擊好快 快補血補血補血 會死會死會死 我靠攻擊好恐怖 補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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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們的大大快掛了 我們大大快掛了 又贏了 YES 拿了一隻新角色太好了 把他裝備上去讓他升到12等好了 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陣容 阿19級才可以解鎖 哭哭 阿他有什麼能力阿 他的能力是什麼 每秒誘發片 喔每8秒誘發片 似乎是下一個傷害 暫時性就是這個樣子 欸我們可以裝這個了吧 不行15級才能解鎖 好吧 你看這是我們的進化術 這是我最原本的 這隻是我們最原本的 喔欸看大眾點評欸 看一下他們說什麼好了 好沒有人留言 哈哈哈哈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隻好了 大眾點評 後期應該不錯用 前期攻擊輸出之一 朦朦朦 最強輸出 原來是真的假的 點我必出不朽 真小阿 感覺就是在騙戰的 輸出 新手夥伴 新手利器 喔他說這隻是新手利器 我要不要也練他一下好了 讓他進化一下 感覺不錯阿 幫忙增加一下攻擊力好了 要不要合成阿 合成看看好了 這個也有合成文章阿 百分之百成功率 我們合成一個 漂亮啦 清 有 強力合成 哇可以再合成一次喔 這是體力的 這不要理他 來我們來裝一下這個 裝上去 他已經裝了一個了 這個也裝了一個體力的 我看一下喔 那如果是這樣 我是裝錯啦 接下來 我要裝的是 增加攻擊力的 我這攻擊也是120 當然這隻也要裝攻擊力的阿 講那麼多 上去 強力文章 所以說 這隻聽說 他們說進化也是不錯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隻 一定又說 前期 前期坦克 靠北是誰阿 簡單點 說話的方式 簡單點 都沒有人說這隻好不好耶 全部都在那邊亂 好吧 全部都在點贊 我不知道點贊到底能幹麻 好 你看這隻進化檔的樣子 我記得好像有地方可以看 要怎麼看他的進化的樣子呢 屬性 在這裡 不是 這是突破 有沒有進化變這樣子 好像呆龍喔 超呆的那種感覺 然後需要30個這個 阿 有點美合耶 感覺內 我有點想要先把他進化成強一點的 我覺得我先決定 讓他先進化成這一隻好了 我們多收集一點 好 我們現在第19關嘛 不管了 直接上了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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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殺 你看這個鐵三角 一隻補血 一隻奶媽 一直輔助一個進戰 這個隊伍 很會補很會補 但是敵不過我的基礎 基礎素質傷害 是吧 秒掉了是吧 厲害吧 好繼續 我們現在好像可以打BOSS戰了 像這個 這隻是什麼 哇靠 不朽耶 敵方陣容 每攻擊三次觸發 量子被量子波動 所有敵人造成傷害150% 他還有霸氣 哇靠 普通文章 怪獸霸氣增加105 OMG 哇他拿到的東西好多喔 哇龍骨耶 這是可以拿來做那個製造新 新怪獸的那個材料 然後這是拿來進化用 這強化包子是拿來 強化你的那個基因的 然後這是拿來進化的 進化包子跟強化包子是不一樣的 進化包子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 剛剛你們所看到的進化上去 強化包子呢 就是在那個 剛剛那個技能欄裡面 可以選擇你要的那個強化 強化是隨機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基因的話 你可以用錢把它洗掉 所以說就是 有點類似運氣 賭運的那種問題 好 非要不囉嗦我們來開始打吧 試看看應該打得贏吧 應該不會很難吧 BOSS戰咧 第一次打喔 衝啊 唉唷 哇 哇 哈哈哈哈 我們的坦克 哇靠哇靠哇靠 OMG 要死了 他那個一批 我們家的遠程要掛了 他第三下第三下 死定了再補再補再補 啊 死了 死吧 死吧 死 完又贏了 嫩 量子巨龍掛了 喔升級了升級了 我們在一等級就可以解鎖神靈白虎 就是那個新的神靈 不能再挑戰了 哇 好吧 欸他好弱喔 我們那個遠程 血太少了吧 發現新世界巨龍的復仇 那個新來的遠古族竟然把巨龍給打敗了 巨龍現在插在 插座在旁邊色色的發抖 快去通知羅密歐與朱立葉 還有路上的兄弟 趕緊我們行屍告別的騎兵 緊張的防備了起來 這是怎樣 喔可以直接找巨龍挑戰的是吧 他的能力多少 559 然後打贏可以獲得什麼 強力文章2 登登登登登登 哇靠 現在這巨龍也帶小兵了是吧 不要這樣好不好 不要這樣啦 哎呀 還是很痛 沒關係 補 再撐一下大哥們 行李哥們 撐一下撐下去 再補再補再補 撐住撐住撐住 我們能夠遠撐 我們遠撐再一下就死了 好這個就要聚了再見 我們可憐的小龍 掰 啊 小龍 為什麼要這樣子 一年早逝 啊 天際銀財啊 好贏了 首勝可以拿嘛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多 不太需要多次挑戰吧 是有機會獲得喔 我還想說要不要一次把他打算了 到時候再來挑戰好了 不管不管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 哇那等級就會高耶 2125是怎麼回事 我們要打這個啦 世界事件 這到時候可以再回來打沒差 不急 探索小隊 這可以幹嘛 啊可以叫我們這個去探索是不是 拉拉去探索沒用啊 探索十個小時回來 我覺得能拿到東西不多吧 算就讓他去吧 要等級解鎖耶 OK 我們稍微回頭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 解鎖各種的 這個還沒完成耶 沒有人要加我好友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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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的 啊 用到霸氣了 霸氣加移動速度 好不好 暫時就先這樣 因為我們快沒錢了 好不好 那他們也是可以啦 他們也是可以啦 只是 我不想要投資在他們身上啊 我覺得 有點浪費啊 我們看一下招物台 這是幹嘛的 這是什麼東西 激發 25級才可以喔 這邊還有鑽石打造 再造5次初步休 一次要2800 喔 我沒有錢 天啊 喔 這是怎樣 詳細清單 喔 他這個是可以選擇你要製造什麼啦 然後還有分等級的 像這個的話 這個就是造比較 這個還會告訴你這個可以造出什麼 強化包子啊 碎片啊 文章啊 啊 怪獸誘體啊 就是最基本的 然後呢 這個呢 呃 哇 材料更多耶 還可以造出不朽怪獸 哇 這個一次就要300 然後呢 這個呢 好像就是 他需要的材料是什麼啊 喔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趕快25級 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活動 這是活動就可以直接造出來了 喔 還蠻佛心來著的嘛 還蠻佛心的耶 一顆耶 我們25級就可以拿了 就映照著我們剛剛所活動的那個東西嘛 我們的活動那個在哪裡 先領再說 先領再說 好 150了 那活動在哪裡啊 欸 怎麼不見了 哈囉 活動呢 活動去哪了 喔 在這裡 有沒有 就是這個 25級會送一顆 好 我們就可以去好好的去抽抽看這樣子 好的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造物台 造物送新生 蛤 蛤 哇 這什麼啊 火神不朽耶 好酷喔 大眾點評 看一下 應該有人拿到了 25級首抽抽中 我也中了 把運氣耗下去 哇 超級幸運的抽中了 有人說沉默很好用耶 這個時代的名字 就叫做白狐 直接攻三小 好啦 反正這隻呢 就是新生蟲啊 進戰加輸出 感覺很酷 然後呢 它是需要用 怎麼獲取積分呢 我也不知道 喔 我大概知道了 可能是要一直抽才會獲取吧 我覺得這個不如就是直接那個嘛 直接用抽 用鑽石抽就好啦 造物台每次造物 鑽石造物都會獲得積分 消耗0 乘以0.1 造物積分可以直接越換 那不如就直接抽中 有的人是直接抽中啦 有的人是可以用積分換吧 好不好 沒關係 我們再打一場 我們從這邊開始好了 21 好 這隻就是那隻行屍的二階進化 好 更硬了 而且他們的分數越來越高了 沒關係 開打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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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我要更強 我是最強的 來來來來 單挑單挑 砍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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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要死了 我不能死 補血補血 實在太恐怖了 快點快點快點 再補一下再補一下 哎呀 解決了 後面真的越來越難了 不是我要說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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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強力文章 太好了 我來看看 那個在哪裡 抱歉 有點不太不太找得到我需要找的東西 點自己有嗎 點自己沒有 點自己是那個 這樣麻煩 這樣還要回來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13級了嗎 可以生了嗎 可以了可以了 我們這隻13級了 我們還差40幾個 好討厭哦 這慢慢打了 OK 好啦反正我們今天這個試玩就先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現在就下載來玩 也可以加我的好友好不好 這款遊戲呢老頭可能會玩一陣子 那會玩到哪時候我不知道 反正手機遊戲就是這樣子嘛 玩開心就玩開心 玩不開心就不要玩就這麼簡單 好吧那麼試玩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左下角個訂閱右下角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我們下一次手機試玩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